从星期五开始 卫生部将推出更新版的植入装置补贴框架 低收入病患可获得高达80%的津贴 与此同时 并非所有的植入装置都能自动获得政府补贴 记者陈思璇报道 在本地 一些较为成见的植入装置 包括治疗心肋失常的心脏起搏器 以及改善膝关节疼痛的植入物 在现有的补贴框架下 如果一个低收入病患需要植入3万2千元的装置 他最多可以得到50% 1千元上线的补贴 自己需要支付3万1千元 在更新版的框架下 他可获得最多80%的补贴 他只需要支付6400元 卫生部说 目前几乎所有的植入装置都可享有补贴 并没有将临床和成本效益纳入考量 导致植入物制造商没有保持竞争性价格的动力 现有津贴框架对于需要更高费用植入物的患者也不利 卫生部表示 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 未来几年植入物的使用会随着增加 因此推出调整 从下个月开始 卫生部将按照植入装置补贴清单给予补贴 共有15个类别的22000个系列产品将可享有补贴 这涵盖了公共医疗机构所使用的92%的植入装置 国家心脏中心表示 病人无需担心清单会让治疗的选项变少 因为清单中的选择 足以为病患提供多元选项 卫生部目前在评估其余的11个类别 约6万多个植入装置系列产品 估计明年底完成评估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